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TV, 今集就要和大家講一個和賭場相關的故事。 這個故事就發生在辛口岸的某個賭場, 事主就是我的一個朋友, 他當年都在這個賭廳做公關, 其實很多廳都是好邪的, 因為各大的廳主都會搞很多風水野去幫自己賺多點錢。 我這位朋友就和我說, 當年他們的場雖然是細長, 但那時都很旺, 是旺到賭廳不夠位坐, 是要丟到他旁邊的場做, 那邊就借多了一張桌給他們的廳。 我朋友和另一個同事就去了那邊跟客, 去到那邊跟客其實都算是好正常, 沒什麼特別事, 他就說記得有一次他急著去廁所, 那次他就說印象是好深刻的,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? 根據他的回憶, 就說是當時他進去廁所, 整個廁所都是沒人的, 只有他自己一個, 和當時的廳客都是沒帶女兒過去的, 所以正常來說, 女廁應該就不會有人去的, 再加上他另一個同事就要在牆上看著數計數, 就更加不可以走開, 只可以一個去完另一個再去的。 但當他去廁所坐下的時候, 他竟然聽到有高跟鞋的聲音在走, 是那種喀喀喀聲來的。 跟著, 除了高跟鞋聲之外, 他還聽到有人是點煙那種打火機聲, 即是喀喀聲的。 那一聽到這些聲音, 我的朋友說把握幾火了, 為何會說把握幾火呢? 因為他們那些公關就不可以帶太多私人物品在身上, 所以他們那場的公關一般會傳煙在洗手間裡, 等自己落場又或者沒什麼人的時候就扯回兩口。 我這個朋友一聽到點煙就把握幾火了, 他就覺得是那些賭客帶來的雞又偷他們的煙性, 一夜就打算衝出去捉他出來的, 怎知一開門, 整個廁所除了他之外, 是一個人都沒有的。 那剛才的點煙聲和高跟鞋聲是哪來的呢? 跟著他又不知哪來的勇氣了, 終於是每一個刺隔都踢開他, 看下有沒有人在, 結果當然就是全部刺隔, 都是空無一人。 我這個朋友當時是嚇到手都沒有洗, 就衝出去的, 他衝出去第一件事就找他同事了, 就問他剛剛有沒有去過廁所, 那他的同事就回答了一句, 外面那麼忙, 那麼多客人怎麼去廁所? 你不回來, 去了廁所都沒有人計算了。 這個時候我朋友就講回剛才件事給同事聽, 講完之後大家都有點嚇到, 到底剛才是廁所的, 是我這個朋友聽錯, 還是解釋不到的現象呢? 而另外, 在這個賭場的廁所也發生了另一個事件, 就是他們有一個客人就賭賭錢去廁所, 去完廁所當然是洗手的了, 就在洗手時居然見到一個女人的頭在她的肩膀出現, 當時這個賭客是嚇到即時大聲叫著跑出來, 還好大聲地說他們的廁所有鬼。 我當時的朋友都是看著這件事發生的, 之後直到他離職無做都沒有再見過這個客人在他們的牆出現過, 而他之後再想起自己之前刺隔那件事後, 反而覺得自己當時是好彩, 為何會說是好彩呢? 大家想下, 如果他當時不是嚇到, 而是好有手尾洗完手才出來的話, 那頭出現的地方會不會在他的肩膀上呢? 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啦, 不知你們覺得這故事怎樣呢? 你們又有沒有試過在賭場上遇到什麼恐怖離奇的事呢?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!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裏先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! 拜拜!